- 歡迎收看小婆騎機車資訊 我是當家車手阿娟 接著為各位帶來本週的車談快報 國內白牌輕檔車市場 自Suzuki引進俗稱小阿魯的GSX-R150以來 讓成績已久的白牌檔車再度活躍 隨著產品週期拉長 以及新世代競爭對手的加入 國內白牌檔車至尊的地位 也漸漸由台灣山葉引進的YZF-R15取代 還記得在不久前 國內總代理才剛發表了 最新的R15 V4 M版車型 在155CC極具中 有著18.4P的動力表現 以及TCS、ABS甚至M版標配了進檔快牌 加上帥氣的外型 讓R15成為年輕族群的補二之選 國外方面印度YAMAHA則在上週末 發布了二三年式的R15改款消息 除了與國內相同的M版外 R15 V4一般版更帶來了與新款YZF-R7相同的 Intensity White紅白配色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許多車迷討論 照看之下除了車身配色 灰色的R15字樣塗裝 以及前後紅色輪框相同外 R15 V4還比R7在外觀上多了一對金色淺差 在配備方面 印度R15 V4這次也換上了 具備藍牙手機連線功能的雙色液晶儀錶版 A&S輔助式華麗 在Racing Blue競賽藍 以及Intensity White紅白色兩款車型中 更標配了M版柴油的進檔快拍系統 官方也同時發布了售價 這款帥氣的Intensity White紅白色R15 V4 僅要價18.59萬魯比 換算新台幣約6.9萬 相信未來如果國內有機會引進 紅白配色的R15 V4 這麼帥的外觀 肯定會讓許多準備購買R15的車迷 陷入選擇障礙啦 今年的復活節剛在4月9日過去了 在西方基督教世界裡 復活節是個別具異議的日子 泰國HONDA也在上個月底推出了復活節彩蛋 Monkey E25 S2 Egg Edition限定版 以小巧可愛的Monkey為基礎 加上少女星爆發的粉紅色塗裝 企圖帶給車迷們一個驚喜 Monkey E25 S2 Egg Edition限定版 與一般版本的Monkey 在硬體規格上並無二致 僅在外觀上賦予Monkey不同的彩繪 首先看到油箱、粉紅色的烤漆 加上米色藍色纖條 搭配S2 Egg Edition塗鴉字樣 還有可愛的卡通猴子圖案 以及不可或缺的蛋殼元素等 色看上也有自己E25車名字樣都相當別緻 在原本的隔溫椅墊上 也進行了配色變更 採用與車色相同的米、灰、白色 交織而成 讓復活節限定版的Monkey 相當有一體感 此外 這次泰國本田也隨車推出了 復活節限定版安全帽 相信除了車子本身外 許多車迷一定都對這頂 採用與車身烤漆同色 搭配駝色內襯的限定款安全帽 非常有興趣 然而令人納悶的是 在九成以上國民都以佛教為信仰的泰國 居然推出了基督教色彩濃厚的 復活節限定版車款 到底會不會受到大家歡迎呢? 阿,別忘了 它可是一台Monkey業務呢 看來大家要擔心的只有買不到 沒有賣不掉的問題 歡迎來到我的米奇妙妙屋 轉眼間已經是百年老屋了呢 為了歡慶迪士尼邁入100週年 又是泰國本田 推出了Honda Super Cup CEO Disney Limited Edition 迪士尼限定版 照看之下你可能會以為 這不過就是一台 與普通版本一樣的紅黑配色CEO嗎? 仔細一看 雖然同樣採用紅色椅墊 搭配黑色車身烤漆 但在俗稱西裝的前擋板 則採用大面積鍍鉻材質呈現 擋板左側有著Super Cup字樣 右側則是大大的 Mickey Mouse米老鼠頭像剪影 而且是具有質感的立體面板樣式 在西裝內側 原本的Honda翅膀標誌 也換上了紅圈的米老鼠造型 電鍍側蓋上也多了 Disney 100週年名版 最後鎖頭旁的中央外蓋 也有六角形限量編號貼紙 代表這是不折不扣的限量車款 雖然按照過去的案例 Super Cup CEO迪士尼限定版 並沒有機會引進國內 不過圍繞著米老鼠 紅白黑色系的主題外觀配色 倒是許多車迷改裝的範本之一 相信在大部分零件通用的情況下 若你剛好是CEO車主 又正是Disney老鼠鐵粉 這台泰國推出的迪士尼限定版 可以好好參考一下囉 本週新聞除了相當熱鬧的輕檔車外 YAMAHA復古現代車款XSR900 也有新的套件可以選擇啦 在XSR900發表之際 YAMAHA將其定義為 類似傳奇Z900RS系列的復古現代車款 但不同於Z900RS 另有復古頭罩的咖啡版本 XSR900僅有單一車型 如今日本YAMAHA也在WISEGEAR上架 XSR900 Authentic Sport Bloodline套件 至近1970年代的YZR500老式工廠賽車 以經典的紅白黃三種色調組成 再搭配新開發的頭罩、尾殼、XSR900 搖身一變成了老位十足的經典賽車 根據官方說明 該套件一共包含頭罩、油箱罩、側蓋、尾殼等 七件已塗裝的車殼 車經典的色調元素 在油箱罩上也採用老式YAMAHA 暗金色三音XLOGO 以及復古的字體畫龍點睛 從官網資訊來看 XSR900 Authentic Sport Bloodline套件 預計今年6月正式發售 要價22萬元日幣 大約新台幣5萬塊的售價 就可以讓你的XSR900 蹦出新滋味 也算是一項並不會太貴的改裝精品呢 最後一則來自四輪 還記得今年1月東京改裝車展亮相的 Mitsubishi Delica MINI嗎? 這款柔和Delica車頭造型的可愛K-Car 原廠公布新車將在下個月25號在日本上市開賣 入手門檻落在180萬日元 折合台幣大約41.8萬元 可說相當親民 Delica MINI車頭設計靈感源自Delica D5 再結合直撲水箱格柵 與半月型LED日行燈下 看起來相當炯炯有神 錢包桿兩側還搭配霧銀飾調 流露出幾分Offroad氛圍 高階車型還標配 駕駛側、乘客側、腳踢感應電動滑門 方便乘客上下車 內裝配備南瓜 7吋多媒體螢幕 觸控式空調面板 電子手煞車等 高階車型標配真皮加熱方向盤 電子後視鏡、環境影像等 座椅為四座設定 後座材可前後滑移320mm的設計 以及擁有55分離傾道椅背 e-Assist 主動安全科技 成為車系標配 整合FCM 車前碰撞緩解煞車系統 EAPM 油門物彩抑制 LDW 車道偏離警示 LDP 車道偏離預防系統 AHB 自動遠光燈 TSR 交通標誌識別等 並額外配有 MyPilot 半自動駕駛輔助系統 被動安全方面則提供7具 SRS 氣囊 機械架構除前區外 另帶來四區版本 動力方面則推出 汽油清油電 汽油渦輪清油電兩種選擇 平均油耗則是驅動形式 動力配置差異 在 WLTC 測試標準下 攪出每公升17.5公里到每公升20.9公里的成績 可惜這類輕自動車 向來都是日本市場專屬產物 大火只能透過圖片或影片 勾勾乾硬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娟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